近期大家对于价格走势非常关心 上个月在一季度金门发布会上我也提到了 当前价格的运行 低倍运行主要是阶段性的 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通缩 下阶段总的来看也不会出现通缩 那么从具体的价格形势来看 我想首先从CPI的情况来看 今年以来CPI同比涨幅是总体上是回落的 那么4月份同比是上涨0.1% 涨幅比上月是回落的0.6个百分点 CPI走低主要是一些阶段性的因素的影响 那么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险效 经济活跃度的提升 就业逐步改善 收入增加 消费信心增强 消费场景的恢复拓展 将带动CPI涨幅回到合理的水平 那么从PPI的情况来看 今年以来也是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 PPI的同比降幅连续扩大 4月份是同比下降3.6% 那么从下降的情况来看 国际输入性的影响还会持续 国内市场需求仍在恢复之中 部分工业品价格短期下行的情况还会延续 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 市场需求的回暖 总的判断 初步判断了下半年 PPI的有望逐步回升 2月3月3日 6月2日 0月1日 2月1日 9月2日 9月3日 9月3日 4月1日